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19歲以下人士,請留意 今年的聖場,敬請留意 19歲以下人士,請留意 字幕提供 好,我們真的不得了 要趕快進正題,出過電腦 我主力是想說 聖明的寶 Chris 還懂得這單字 他其實寫有什麼 如果是C,其實是S反音 唯一那樣A,就真的跟回A 對 因為他在英語 是聖 Peter Bruce 其實這個字不是英文 這個字是德語 德語 你要知道Bird Bird在德國就解成寶 是吧 Bird,是吧 漢堡包,漢堡包 所以這個中文字字得不錯 寶,我們中國的成寶 也是這個寶 Bird,是吧 Hamburger Hamburger 即是來自漢堡的 不是,是來自漢堡的 所以這個好像揚州炒飯 即是香港名菜 它是來自漢堡的地方 漢堡的地方 那我想問以前的總理溫家 應該怎麼讀 We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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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勒 所以 為什麼後來有一段時間 我也不要說李靈格勒 先 在一戰的時期 是來自漢堡 試過把聖比特寶改名叫 彼得格勒 是的,因為那時候 要跟德國打仗 切國 跟德國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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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格勒 就是這樣解釋 聖比特寶 為什麼這個城市 要叫做聖比特寶呢? 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因為是 Peter 即是比特大帝建立的城市 是吧 即是Peter City Bird 即是City 英文就是Peter City 很適合 因為他一手建立的 是吧 另一個解法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的城市 都喜歡找一個守護神 是吧 你以為他是東正教 是吧 因為他繼承羅馬帝國 是吧 他是東面 東面就是 Orphodox church 就是正教 其實叫做正教 只不過現在那些人 Orphodox就是正教 沒有這個東字 只不過我們中文 會方便跟西羅馬的教廷 去叫做東羅馬 叫做東正教 羅羅斯的教好像是東正教 對,沒錯 所以叫做東正教 是啊 所以他是什麼 但問題是 東正教就不是單單是俄羅斯發明的 是吧 他們是國教 又不是說他發明 東正教就是 剛才我所說 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然後 連教廷都分開了兩塊 是吧 所以東面 什麼希臘 或者東歐 到俄羅斯這堆 都信正教 因為他覺得自己才是正教 反而西邊那個 羅馬子大利 羅馬是邪的 羅馬是邪骨 我們是正骨 所以我們 我喜歡去羅馬那邊 對 我和史提都喜歡羅馬那邊 所以回來了 所以 回來了 約朋友 去按骨 你要按正骨還是邪骨 我要按羅馬的 index 我要按酷 低anal respect 我就是按正骨的 對 招任有老婆 誰可以按斜骨 對 烏斑人 да 這種邪人就按邪骨 按摩鬼 Mum 是吧 對 所以說題就是 所以誦題就是按nantünde 上面 所以 pulls pain 就是這個正教 我們繼續回到我的電腦 當時Peter建立一個新的城市 他以聖彼得這個門徒做守護神 很適合,都是同名的 然後彼得也是一個教會的奠基人 我講一講教會歷史給大家聽 他原本是漁夫,原本叫做西門 西門 跟著耶穌這個大佬之後,改了名字 叫做彼得 在天主教翻譯,叫做聖伯多禄 如果大家去梵帝光廣場 美國叫做聖伯多禄廣場 見教宗那位 Peter什麼意思呢? 基法意思是盆石 即是Rocks 耶穌曾經說過 我要將我的教會建立於盆石之上 盆石就是穩餘盆石 即是堅定 但這條糞便是很不堅定的 耶穌被捕之後,三次不認主 大佬,你看這些基督堂不是全家產嗎? 這條糞便出賣大哥不認主的糞便 但是當耶穌死了之後 那個人就圍著他,以他做核心的內圍 他死了 他死了便拿光環 是的,是全家產 人血饅頭 是的,這條糞便是人血饅頭 是吧 他就叫做彼得核心 是吧 所以現在中共就做了一集核心 是的,耶穌死了以他做核心 這條糞便是全家產 教會就以這個彼得為這個中心 是的 他被譽 他到底有沒有去過羅馬有人質疑 但問題是在教會的記載 這個人是死於羅馬的 然後在梵蒂岡的教堂裏面 就有他的詩葬在那裡 但是不是堅定了?我不知道 總之 他就被譽為首任的羅馬主教 即是說 第一個教宗就是這個聖遺德 是吧 即是說 因為羅馬 不是,俄羅斯是左右兼顧的 是吧 他認你這個在羅馬教廷為中心的人 做大哥,做他的誠愛為守護神 即是暗示了自己 我亦都是東羅馬 西羅馬 東西通吃 意思是說 你改這個地方叫聖遍佩特伯 即是你已經稱霸武林 是吧 但他又不用說稱霸 就是整個城市改名 你已經知道他內裡想到什麼 是吧 那 講不及了 即是我講不完 Kathleen和Gridner列寧 我想我繼續講 卡哲林部 是的 OK 接著呢 我就要講講給大帝 最新的常公子 他有事 這集不在這裏 我們說說他是成功為新的 他十歲 他有些事跟光碎有點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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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不要 不要 他也是很小 他十歲 登位 他當時 登位 那陣子 他還有一個哥哥 兩個一起做沙皇 共治沙皇 是吧 但是呢 同時有個姐姐 叫Sophia Sophia Sophia 長期 Sophia 什麼鬼話 叫做教堂 什麼鬼話 把持朝政 所以他和康熙同一年代 是吧 他當皇帝那時 康熙那時 康熙二十一年 這就是剛才我補充 就是尼布楚條約 大家在某個城裡遭遇 大家都不想打了 就簽個尼布楚條約 是吧 在簽這個1689年尼布楚條約的時候 康熙呢 發生什麼事呢 就平定了這個三藩之戀 是吧 那開始呢 就有 有能力對外去打 是吧 所以就和俄羅斯有遭遇戰爭 是吧 那這個呢 中國這個字是古以有知的 但真真正正在國際外交舞台上 以中國代表中原這個王朝 這個國家 就真的以這裏為首次 尼布楚條約 就是令到中國這個字 有現代的意義 其實原本中國在古代 很多年前已經有了 是解中原的一個城市 就是中原、首都 所以我們南方叫南國 不是大次衛那隊 那個南國 那個南國小隊 是啊 我們是南國 所以我們南方也叫南國風情 是吧 不是代表我們廣東是獨立主權國家 只不過是 南方的地方 就是南國的意思 是吧 到1696年 伊凡 伊凡 他哥哥死了 他就是唯一的沙皇 是吧 那麼 他做唯一的沙皇的時候 康喜帝就親征准國義 之後呢 也是征服了台灣 是吧 這位就是葡萄牙見將 阿施朗 哈哈 阿施朗 是不是 是吧 葡萄牙見將 不是 不是 不是這年 是阿施朗 死了 是 是 這位葡萄牙見將 阿施朗 死了 是吧 那麼 在 Peter the Great 25歲的時候 他就 微服西雅澳 去到荷蘭就學做船 去到英國就考察做船業 旁聽英國議會辯論 又去英國皇家協會那裏 這個科學思想中心那裏 去結交了幾位朋友 是吧 所以他又敢誓西歐問題復興的新景象 回來後知道 羅馬這麼厲害 不是羅馬 即是俄羅斯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就例行改革 是吧 這個皇帝就親自西游 見到好東西回來 推動改革 但是 晚清通常都是派一些大臣 出去遊學一下 是吧 派一些人去美國留學一下 回來都會改革不到 什麼東西 是吧 但是他真的 學了一些東西回來 真的改革不到 但是這件事真是尋找成功字 他寫的一件事 其實是 你想想說 改革 他老母子在地上去玩 是啊 是啊 是不相同的 是啊 所以不相同 他真的學習 他真的下手下腳去造船 他真的懂得造船 Peter the Great 真的很厲害 在同一個世界 現在惡徒曼帝國也是欺負伯伯 周圍搞事 然後西班牙有一個繼承王位的問題 令西歐的國家也是疲於不命 嗯 在這個時候 也給了俄羅斯一個機會 他可以壯大 是吧 到1698年的時候 他就很厲害了 他就粉碎了他姐姐的政變陰謀 是吧 所以他的故事和光碎很相似 都是改革 都是有人政變 是吧 慈禧想對他 是吧 但是又對不到 是吧 不是 他想對慈禧 又對不到 但是他真的對不到他的政敵 對不到他的價值 蘇除障外 然後呢 他很有趣 他去完西歐遊歷之後 回到第一件事 就是剪胡子 剪胡蘇 擺脫舊思想 中國剪邊 剪不到 在孫中山剪邊 其實他當時在蘇聯 不是 在俄羅斯 或者莫斯科 俄國 可以這樣說 剪胡蘇就是等於中國剪邊 哇 已經死罪了 是啊 原本真的是死罪 是啊 是啊 但是他身為沙丫王 他第一個剪邊 不是 剪胡蘇 剪梯 剪梯 還剪了其他周圍的那些 那些貴族 大臣的蘇 嗯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蘇 你弄在那裡也很骯髒 是吧 你又要造船 又要去那樣打仗 你打窩遊戲 你拿一支槍 你經常撇梯在那裡 那很麻煩 是吧 所以就是 他是由剪胡蘇 剪胡蘇 開始 就開始 他的改革 這個就是給了大臣 過程度 很多人都說了 嗯 這個就是1689年的 尼布楚 的條約 大家就在那裡 畫 畫邊界 是吧 那都是不平等 我覺得 未必是 是吧 只是當時大家都不想打 為什麼 而且你想想大清國 也沒有空 是吧 是吧 也沒有空 管治那麼遠 不如簽一條約 以來布楚為界 不免就是俄羅斯 南面就是我們大清國 更好 平一平坐 那時候 中國的版圖 差不多 配加爾湖 差不多 對 所以 江澤民 就賣了很多 給人 原本 多很多 是吧 然後就是施朗 大家都挺帥的 這個不是張之洞嗎 這個 不知道 我Google找回來 差不多 這個樣子 好像是張之洞 但那時候 張之洞 比較肥 張之洞 很卵瘦 常公之洞 是道友 死道友 不知道 那這個 那時候有印象嗎 有 有 有 清朝 你晚清 你晚清的時候 可能這張真的假的 你晚清的時候 已經有相機了 你紅章都有相機 但一個是清朝 OK時期 可能 反映那些時候 又會睡 那如果是康英時期 這好像是張之洞 可能我找錯了照片 可能會找到好像 畫 你會找到畫像 不會穿到畫像 應該沒有睡 張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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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糾正 要不然被人勾 張之洞 OK 跟施朗友相比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那麼 我多說些少 我跟 上一集 常公子也說過 明朝 哦 找到 這個就是士郎 真的好像是黃 哈哈 大家自己找吧 明朝真的很糟糕 明朝 整個國家都很糟糕 都很黑暗 中國歷史 明就是最黑暗的 一朝代 連皇帝也比較厲害 你看看 有相同之處 兩個皇帝 明西宗都是很厲害的 手工藝 明西宗的手工藝 是比美工匠 但問題是 他的手工藝 只是用來修建皇宮大殿 給皇帝自己個人享樂 他沉醉於這種手工藝 方态正事 純粹是為私人享樂 對國際民生沒有益處 令到奸人可以把持朝政 所以大問題是 比特大帝真的是學造船 荷蘭就是學守衛 去英國就學造船的理論 他回來 真的建立了一支很龐大的海軍 令到俄羅斯成為波羅的海的霸主 取代了瑞典、北歐 自古以來的強國的地位 所以你在這個國家上 他真的很厲害 他不是就是 丟蟲小技來玩 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也喜歡打窩遊戲 比特大帝 他打窩遊戲 打得很認真 找一些教官回來 他很嚴格去訓練 他還有兩個兵團 這兩個兵團 後面的打窩遊戲 自小 因為他十歲的燈圍 他跟他一起打的都是年輕人 問題是打窩遊戲 打了十幾二十年 成為他兩個正規軍的主力部隊 原本他拿木槍、木炮去打窩遊戲 打窩遊戲 真是打真軍 別這麼大肚子 真槍、真炮 他建立了一支很強大的軍隊 人家打窩遊戲 打到… 我經常叫香港本土派 是屌你老母 你真是正經一點 打窩遊戲 你老美 叫你那些傢伙出去 行山又不能走 你也臭街 我得住打窩遊戲 屌你老母 行山可能是重要的 屌你 鍛鍊身心 屌你老美 屌你老母 打窩遊戲要打 我們要搞 叫陳國強打 陳國強家 可能還回來了 這個節目出街 我錄影的節目 屌你老母 她就走去土耳其 是不是土耳其 就去哪裏 我不記得 土耳其 屌你老母 去惡圖曼帝國 幫你去照街 我們其實都很召過 Licky哥 早點跟她 說的 我看到一條歌 我已經約了她 我們會約時間 通常有龍哥 是呀 多些本土派來 打窩遊戲 屌你老母 人家真的打到兵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你不是只有搖旗嗎 你不是罰系 賭共嗎 屌你老母 如果香港獨立 你真的要有兵 屌你老母 但問題 這個名其中 都是打窩遊戲 屌你老母 他只是玩 他不是要珠希 我真的很想 不是珠希 珠希是一個理學家 沒錯 他不是 他叫做希宗 不是朱希 朱希 朱希是很有趣的 一個叫朱希 一個叫六九淵 六九淵 兩個思想家 一個是朱希 一個是九淵 中國的思想家 你們的名字 我根本不明白希宗 他叫幻官 整個火器 組成火器袋 就為皇帝表演 純粹表演 是享樂 你看 那些皇帝 有多少漢狗 喂 他又叫那些宦官 三百個宦官 和三百個宫女 對陣 屌你老母 又叫皇后去指揮 然後皇后 又覺得有失身份 在這裡和他打窩遊戲 黃狗狗 然後皇帝又指了那宫女 你代替皇帝去指揮 喂 純粹是玩 嘻嘻嘻笑 在那裡笑 唉 當然亂來 亂來 亂來打 是吧 那怎樣解釋呢 就是因為 明朝有個很稀的 魏忠賢 這個厲害了 是吧 那些火器 全部由魏忠賢 提供給這個 那樣的明朝 那就糟糕了 目的是拿去麻痺 煮上 你每天在鬥木 每天在打窩鏡 你便不理朝政 是吧 其實有很多歷史 就是 有很多人說是忠賢 就是一個奸 但是事實又不是 是嗎 他 你怎麼知道的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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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唐朝 你是唐朝人 不是 宋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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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支撐著 對明朝 對 這個 呂真族 這個 就是 侵略 那我們要再開一個 壞魏忠賢 魏忠賢 魏忠賢 對 那麼多人家 是一個收錢的太監 他也要收股 一個他一個留緊 是的 他好過留緊 他好過留緊 是的 如果是貪污 如果是想推翻 明神 不是明神 不是明神 那是誰 是 是嗎 屌你老媽 我們是屌你老媽 那我們下一集 是否要為魏忠賢 說完俄羅斯歷史 說完俄羅斯歷史 俄羅斯歷史 屌你老媽 有為說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講到這裏 好 多謝 拜拜 謝謝